精湛的医学专业 搭配专家深入解析 曾牧仁医学博士 追寻健康之道 活出精彩人生 活出曾健康 曾牧仁医师诊所 为适应后疫情时代的看诊型趋势 推出线上看诊服务 透过医师线上诊疗 让居家检疫还有隔离的病患 得到完善的医疗服务 且除了新冠病毒之外 更是引进高科技测血压仪器 让患者在家中测量后 数据能同步显示在医院电脑荧幕上 方便医生诊断 更有效达到医疗零距离的目标 视频来看诊 我就会跟我的病人 跟他们仔细的沟通 仔细问他们有什么症状 等等 然后再跟他们 go over 就是看一下他们目前所用的药物 等等 然后再做决定要用什么药来给病人 除了关心病患的身体状况外 曾医师也非常关心病患的心理健康 院内还重金打造出 犹如室外桃源般的室外等候室 四周充满绿意与潺潺的流水声 加上屋顶自然光 可提供并换一个更安全舒适的等候环境 同时还能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COVID-19 冠状肺炎 因为它对于这个激励感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今天一个人 如果跟他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近距离就很快就会感染了 我们的诊所有一个特别的设施 就是我们不单单有室内的等候室 我们也有室外的等候室 那就可以减少一些拥挤 减少这种近距离的接触 那这样对病人来讲 他们的健康安全也会比较好一点 前面对疫情后依旧存在的病毒进化威胁 自身内科医师增目人还不忘提醒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新统计 新变异病毒株JN1 已占全美病例的44% 它的主要的谱系是从Omicron那边过来 Omicron它是在2021年那时候就开始 就出来了一直到现在 当然这几年当中 因为它的基因的变化 就有些不同的变异株 所以JN1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它有比较高的传播性 而且它有另外一个功能是怎么样 它可以逃避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意思就是说你遇到这个病毒的话 我们常常就会很容易就会生病 增目人医师呼吁大众 踊跃接种新版新冠疫苗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评估 JN1仍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 且现有的疫苗可有效防御 避免引发重症和死亡 此外针对疫苗的副作用 也有缓解方法 新的COVID-19的网络 对JN1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 请你们放心 不要因为说最近开始 又有新的病种出来了 但是这个病种对我们目前的 这个vaccine还有测试 然后治疗方法都是非常有效的 大家就来去控制它 第一个副作用 可能你会有低烧啊 可能在一百度左右 或者说你打了手臂的那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疼痛 或者有点肿胀这些问题 或者说有些问题 说打完了以后 隔天他的肌肉都会很痠痛的 这是他的主要的那些症状 但是呢我们就要多喝水 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吃点Tilenol 那这个对我们都有帮助 可以减少这些副作用的 此外随着年节假期 许多热门景点人流大增 曾牧仁医师也提出四大防御方法 能帮助在假节期间 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第一个呢你要戴口罩 你觉得如果说你的身体不舒服 或者你看到呢 你今天你要去的地方呢 是比较拥挤的 那就戴上口罩 好这个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这为你的健康嘛 第二个呢你一定要请洗手 好比如你出去了 你会碰到这个门的手把 或者碰到其他的东西呢 那一定要请洗手 没有的话你可以自己带着 身上呢有带这个小酒精罐子啊 就是把你的手呢把它弄干净 那第三个呢一定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我这边要再鼓励各位 如果说你还没有打这个冠状肺炎疫苗的话呢 要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要接种 然后这样保护自己 东森美洲台全新专题 活出曾健康 每个月将邀请到曾慕仁医学博士 透过精湛的医学专业 搭配专家深入解析 来为观众提供专业医学保健知识 与真正实用的医学建议 让我们一同追寻健康之道 获出精彩人生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